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澳洲独生马来西亚人 那今天我想要来拍的就是 I eat in a week 这个也是很多人叫我拍的啦 就是之前我问大家想要看什么影片 然后有些人就说想要看我是怎样 保持生菜啊 然后我一个星期吃什么 不过我在影片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讲 我没有在刻意的就是控制我的饮食 我就是吃我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然后我也没有去算我的calories啊 或者我protein啊 一个星期一定要吃多少 一天一定要吃多少这样子 我就是大概大概 可是我通常每一餐我都会吃到比较balance一点 就是会有肉 会有菜 会有派水化物这样子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接下来我要来煮午餐 今天的午餐想吃煎饼 给你们看影片 小熊肉料的午餐面粉 但是今天就好了 我的午餐完成了 这就是我常常吃的煎饼 然后搭配这个 酥果汁 这个是在coz买的 它叫什么v吧 好像是 它就是没有加任何的防风剂啊 还有额外的sugar那些啊 就是纯果汁的 这一定要切开给它散热 让它会太烫 那煎饼的就是有菜有肉 只是它有点油 还有放了蛋 嗯 很好吃 今天的晚上是risotto 我的risotto就完成了 虽然这个会比较耗食一点点 可是就是超级好吃的 你们吸不到那个味道 这个超级香 蘑菇的香味 还有就是那种鸡汤的香味 参在一起 oh my god 超香 啊 我忍不着 那那个risotto就是那个饭会 一粒一粒很分明的 然后咬下去里面超级多水的 超好吃 这risotto一直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有点肥 因为要用很多bucker来煮出来 我觉得超级好吃 真的很香 嗯 这个是我的早餐 然后 这个porch egg我是第一次做还蛮成功的 我没有做那个荷兰酱 因为就有点太多工了 所以 呀 这个面包是粉bread top 然后我想要来煮一煮chorizo pasta 然后pasta我通常会用这个n7的 因为它就是比较粗一点 然后用这一个chorizo 这种pasta就是我平常常常会煮的 因为就是比较快而且也方便准备 然后又好吃 这就是我的午餐 上面这个是cucumber 然后下面就是chorizo pasta 是tomato paste 现在呢 我要来烤这个鲜鱼 因为等下我有一个job interview 所以想要快速的吃晚餐 那把它拿出来 然后倒在cucumber 里面 烤个15分钟就可以了 特别方便了 可是这种也不能长起来 就是有时候赶起来的时候就吃这个 这里有刚刚我煎好了的鸡蛋 我要放在我的卖鱼饭上面 然后因为刚好我没有饭了 就跟朋友拿了这个instant rice 其实你开差不多这样子 一半 用一半来而已 三分之一 然后就直接放进微波炉 然后放一个one minute 一分钟后就把它拿出来 它就好了 可是它是属于这种CG常常的那种饭 我没关系 我就随便吃吧 切一点黄瓜 这个是今天的早餐 大家早安完我很久没有这么早起来的 现在是早上七点 你们看外面超级亮了 因为是summer 所以很早上早就天亮了 搞不好我也很早起来 然后我刚从来看 所以会有点湿 现在呢我要来做早餐 今天想要来做一个eat muffin 因为最近就很cree for curr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需材料呢就是这个 A1的咖啡包 这个炒菜 今天呢我想要来煮 咖啡包 因为最近就很cree for curry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需材料呢就是这个 A1的咖啡包 这个炒菜 然后鸡腿肉 然后鸡腿肉 马铃薯 菜 所以我们就来煮吧 然后我想要做的是咖啡面 所以有这个 Pokemi 我备好了材料 然后刚刚我那个菜烂掉了 所以就只有马铃薯还有鸡肉 然后现在等锅热 炒了面 我们现在来煮菜 还在煮菜 还在煮菜 我来咖啡 加了椰奶 完成了 再滚多一下 好吃 好吃好吃 哇 有点辣 哇好吃 嗯 不是 好吃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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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alltså 是